Hello, 我是LuckLuck 今次講一下這個Halloween的復刻抽不抽好 今天看到我這個圖鑑呢 全部黑咪咩都黑了 那你就知道我之前的幾次是沒什麼抽過的 那也是在講抽不抽好之前都講一講 今次角色的強盜先 那就分了S級到A級來講 好,那首先S級角色是... 這裡沒有的,OK,那在哪裡呢? 在這裡才有的,因為是新角色 這個樹魔女,這個Chocolate 那樹魔女這次定位是暗或者木的攻略隊 那選擇是用回進化前的 那覺醒是幾全能的 4SB 兼20C兼防風條,兼且有暗炎耐性的 都幾全能的真心 但是呢,那麼全能的覺醒既然只有8顆 那這一下真是...真是可惜一點的 但是最正都是技能啦,技能是8CD的8回合的輕減盾呢 那就是自己可以輕減 那這一招技打高難度關是非常之高攻略性的,極之高的 那我想可能是打新高難度關的關鍵啦 所以只剩下這一招技都是給予高評價的 而武裝方面都是兩把不錯的武裝啦 一把是耐性的 那是防風條兼... 雲耐性的 那另一把都漂亮的 是防風條兼三回合的連續擊減盾啦 那都是打高難度關鍵啦 好,那S級角色講完了啦 OK,就這麼多啦 那下一個就是A++啦 那A++++第一隻是...這一隻... 這個火龍仔,這個火龍仔 那定位是火的攻略隊啦 那選擇用回進化前或者武裝啦 那進化前是Buff到5回合加速的變身這個效果 那5回合的加速是非常之適合變身隊啦 那變身之後是這樣的 4CD技的激減盾 兼且火屬性4倍攻 那激減盾4回合那麼短是非常之高攻略性的 但是呢 那這隻東西跟高難度關鍵的資格比較低啦 因為招技 那是連續兩回合的... 禁止使用技能啦 那只這一下技呢 都會令你好容易死啦 那所以就可惜一點啦 就難一點用來打一些...強度的關啦 那而武裝方面 武裝1呢 發用性是比較高的 那SB加6個耐性啦 兼且是15回合的破傷級 是連續4回合的破傷級 那這一招技是短啦 兼且是長啦 那個破傷級時間 那打一些普通的關都蠻適合用的 那而第二把武裝2就是快刷用啦 有15CD那麼短的30%重力 OK 那這一位就是鬼龍玩士 好 那而下一隻就是... 這裏都是沒有的 下一隻A加級角色是這一隻 道基啊 新的Skin重道基 那道基定位是火攻略隊啦 那選擇用回進化前或者是武裝都OK的 那進化前是10自然火力啊 最大兩個10自然 那而技能是14CD的高難度關 非常之高功能性的技啦 那是有半減盾兼且有威嚇技的 那而隊長都OK的 都幾易用的 我認為算是這次 就是這個Halloween裡面 一個比較易用的Leader啦 因為最正是有10秒的手指固定 加上1.5倍血半減都不低坦度 都OK可以一用的 那而武裝方面都不差的 那第一把是SB加L字啦 那這一把東西本身... 這個配置呢 就是同類的武裝是不多的 那所以這一把都是正啦 那而另一把都更加正啊這一把 那是防綁雲耐性 有4回合的半減 有2回合的破吸收 那就是功能滿滿了 非常之多效果啊 那所以武裝1.2也是挺漂亮的 所以這次到機 以SKIN來講是非常之好啦 那而下一個A++級角色是這一隻 烏龍換屎 那是有個新進化啦 那這一隻的定位是光2way隊 選擇方面用回轉新進化啦 那這一位完全是這個光車的隊員啦 是這個42億火力隊員啦 那覺醒是2way呢 6個2way 是非常之適合光車的 那加上10CD技是貫通技 都適合光車用啦 是挺實用的 那再正的是 那覺醒、初覺醒呢 是3個大耐性啊 暗炎、毒邪魔、任君選擇 那這一刻也是挺正的 那耐性這麼多的情況之下呢 那齊隊是容易齊一點啦 好那A++級角色講完了啦 那下面就是A級角色啦 那A級角色首先第一隻是... 就是這一隻啦 新的角色 7星角色變身寵 海賊龍 那這一隻定位是水坑部隊啦 那用回進化前啦 那進化前是變身寵 但是變身前是沒有加速、沒有半減、盾這些技呢 即是沒有這些輔助是難一點用啦 難一點變身啦 那變身之後呢 2CD級的破屬性吸收啊 那全遊戲最短啦 那再者武裝覺醒都適合水潛用啦 有L字兼4顆水掉到強化 那技能是12CD的4回合破屬級啊 那都適合機構成來打的 那這一位就是海賊龍啦 那再下一位是...火魔女 火魔女 Halloween版的 那定位是暗貫通隊啦 那選擇方面用回武裝1號啦 那本體是2way向的 那2way向覺醒又有暗屬呢 那就不太適合暗主流隊啦 那而武裝方面呢 那武裝1是不錯的 有L字兼3顆暗掉落啦 那加上技能是... 那今天技能都是攻略性比較高的技啦 那又半減盾兼且有威嚇技的 那所以這一把武裝是暗隊色性比較高的 那然後下一位A級角色是... 就是你啦 愛貓神 萬聖節版愛貓 那定位是暗攻略隊呢 那用回進化前啦 那覺醒最大呢 是四個... 對啦 四七色強化的 那加上技能是3CD技啦 又加手指又加回復力 兼且加一些攻 那功能性都比較高的 算是一隻實用一點的暗木屬的隊員啦 OK 那A級角色講完了 那那last呢 那就是last啦 講完這個... AMI啦 AMI角色啦 那A副角色第一隻呢 是... 這位啊 時女神 OK 那時女神都是暗攻略隊啦 那用回夠準的這個 就是套女郎這個 那覺醒是... 即是combo加魔貫通的火力啦 那而技能是多回兩回合的半減盾的 都算是實用一點啦 OK 那next就是... 這一隻啊 古龍玩屎 這個古龍的龍玩屎 那定位是多色啦 那選擇方面用回轉身轉化啦 或者武裝啦 那本體整體的強化是不大的 那所以用回武裝是比較好啦 是有SB兼5個強化掉落 那是5色啦 都適合多色隊啦 那所以這把是... 武裝來說算不錯的 那最後一位A級角色就是... 這位啦 OK 精龍玩屎 那定位是水周回隊啦 那用回進化前啦 進化前是4橫牌兼3 Omocular 4SB 那一個醒加上技能是水的火花呢 是全版水的話是... 周回是非常之好用的 OK 那這個就是精龍玩屎啦 那以上就是AMI級角色的評價啦 那其實本身是分為B級的 但見到本身這些白星的寵呢 都是...對啦 可惜一點 白星的寵 白星的時女神 白星的... 古龍的龍玩屎 那... 這麼高Ware 這麼強的寵呢 那分為B級好事就不太尊重的嘛 是吧 那所以就破例加一次AMI那樣啦 但是實際是B級來的 好 好啦 那最後講解抽不抽好了 那抽不抽好呢 那首先抽的原因呢 一...就是搏這個新寵樹魔女啦 因為這一隻是... 這次是最強的那隻啦 雖然覺醒是... Kick一點啦 白顆覺醒 但是招技真的很漂亮的 那我想這一招技之後... 都蠻活躍的 帶點高難度關 那... 二就是... 寫太多啦 即是你的寫是多了就不用了啦 那抽一抽都是... 都不合理的 因為你是課長嘛 課長的話呢 是不需要看... 勁不勁這些的 好啦... 那至於不抽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首先... 勁的角色是太少啊 即是... 不是笑是太少啊 那... 勁的是... 那幾隻啦 就是... 雪魔女... 道姬... 換龍這些... 即是這三隻挺正的 那其他就還好 那第二是... 銀彈出沒 2021年上銀彈的機呢 那你可想而知這部機是幾伏啦 那第三是... 可買可換啦 那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今次的8星寵9星寵是可以換的 即是雪魔女啊... 胡龍換事啊... 是可以換的 而7星寵的道姬是可以買的 即是... 很厲害的... 重呢... 是可以買可以換的 即是假如真是這麼厲害 雪魔女... 即是這麼巧打新關啦 那到時就換啦 那到時就換啦 是吧 弄到行雷那樣拿5個印花出來換而已 大印花那樣而已 都可以耶 但變相就不會特地抽啦 OK 欺負一些蛇嘛 因為魚無以外這些機呢 九星寵是只有1%的... 機率呢 是非常之低的 所以今次這一部Gelakulakul的評價就是... 兩個字不了 好啦 好啦 以上就是這個Halloween的角色強度的評價啦 由S級到A+,到A到A-Mine 那樣的 分四個level 希望給角色做個參考啦 好 那影片就到這裡先啦 喜歡影片的 希望不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啦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